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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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最初是我在看所有台湾的死刑判决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44个定验的案件 里面我发现正性责案的判决 事实上我看了觉得很纳闷 我觉得我看不懂 为什么我看不懂 因为我在想说 那到底判他有罪的那个证据是什么 奇怪我就找不到 整个判决看来看去我就找不到证据是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KTV包厢里面的枪战 然后有一位警察殉职 然后这个案子的胸腔有找到 可是胸腔拿去验指纹以后 发现上面没有正性责的指纹 那到底凭什么来定他有罪呢 其实多半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正性责曾经自白承认说 有我有开两枪 但是这样我又看不懂了 因为正性责承认他有开两枪 但是警察中三枪 然后正性责承认说 我用改造手枪开两枪 但是警察是制式手枪打死的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他这个自白跟事实 完全没有办法兜在一块 然后这个案子就这样子判死刑了 那因此我在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 我心里始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存在 然后带着这样子的疑问呢 找到罗秉承律师 然后这样子才找到这个案件 在平反的一个起点 那我们从现在回头来看 这个已经平反的冤案 10月26号法院的这个判决 是判决就是正性责是真实无辜 就是法院认定说 是另外一个人开枪把警察打死的 不是正性责 那其实冤案救援都是这样 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 我们会恍然大悟觉得说 这那么离谱怎么会这样 可是我这些年来研究死刑判决 发现我们所幻想的都不是事实 我们都幻想说死刑这么严重一定是用最严谨的程序 然后杀警案件这么严重一定是用最严谨的程序 可是实际上不是 在正性责这个案件里面甚至于没有现场的搜证录影带 然后没有这个现场胸腔掉落的这个现场照片 现在我们当然很高兴的在这边 因为法律平反已经完成了 可是社会平反应该要开始 就是说这个受到国家冤枉的人 他从2002年一路被冤枉 一直到2017年才平反 15年来他跟他的家人都活在痛苦之中 那现在终于得到法律平反 我觉得社会这个时候要展现出我们的热情来支持他 来对他提出一个 等于是给他一个安慰 国家应该用国家的方式来对他有所补偿 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支持正性责 今天我是来幸运的 还愿 幸运 三年前在那个地方 差不多20公里的地方 我有起一个关 那时候 正性责来在楼子里 是不是想要知道也不知道 所以我那时候 落大火 我记得之前跟阿贵互相 我来也要说 我来也要说 让郑姓哲 回来这个亚迟 给大家感谢 三年前放这个热 今天是现了 所以 老实说我是很感谢 很感恩 很感谢 很感恩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救护 我感到不是 我感到 我感到 比一百人来说的 不会比较多 也不会比较少 但是我感到的态度 有时候是 要 担人的生命 这很严重 这是有四行制度的国家 没办法去拼命 这也是我反对四行的原因借 正性责 今天有时候 重获自由 是大家来到家手 三年前我 有说一句话 我们的制度不完善 我们的手法不比信赖 所以路人会变被告 当一句流行语 叫做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由于卡住 平均大家都有机会 所以让我们弄到 多多减减 渣渣渣满满 所以总体要关心 你没关心的 这一道可能是你 可能是你身边的人 有个人不孤单 我们会做伴 应该生下五年前 差不多了 苏建和案件没做 卡住那天 可以先看 导演三个人一车 到台中 要把郑静泽打气 当然你先不要打这一面 他就先卡住 郑静泽打气 我先说 这种事情一定 不能扣这些人的仪器 一定要有温器 这个温器 来到手要团 所以一群苏建和三个人 有去台中看守所 把郑静泽加盒打气 这个器 看他今天来看 是有传统 这个温器 要传统 阿伯要有谢志弘 阿伯要有笑 所以今天来到 现場的大家 如果能知道 台湾的手法和没情维术 要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我们小英总统 决心要做手法改革 我转换跑道 一部分的原因 还是希望 这个手法改革 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大家比较安全 没有人让我弄的 就是安全 这个社会我们这里住得住 不然每天有安全 大家会怕 到啊